哈喽 各位大家好 我是好人家大家在 我们好魔术 今天也 今天是 网易严选零食 红黑榜 各位把魔爪伸到辣里 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老师吃一样的东西没意思嘛 老规矩我们把好吃的 或者是不好吃的红黑榜放在视频的最好 但是提醒大家 零食少吃 今天我去拍了个照 很胖 百思想自想 大家再次逆铁为振 监督下魔术 从明天开始我要减肥了 我早上开始有半个小时我要减身 我会把我们家划船机用起来 第一个 泰式蟹片 它是胡椒香辣味 哇 这么大一袋 25.8 你别看它大 但是 轻飘飘 它是银肚 而且可能只有这么多 没有这一半就不错了我跟你说 3V 那你做这么大干什么 让你感觉到很划算啊 感觉上很划算 它这个还蛮网红的 它是一个很大的蟹片 它应该不是虾片 是螃蟹肉的感觉 比较一下 晚上有蒙叔点一半打了 那应该很难 很油 咬着这一口是那种炸猪油的味道 不好吃啊 但也不难吃 它其实就是虾片 嗯 浓浓的海鲜味 对 浓浓的那种螃蟹粉的味道 还可以 给一个黄棒吧 楼市烤牛肉片15块8 它们家真的不便宜 4袋肉15块8 4块钱一袋 而且你看这一袋打开里面 里面只有两片肉 它就是走一个衣服大的路线 oversize的路线 没有了 我会收到网易严选的律师喊吗 视频就是我的证据 知道了 好难吃啊 不好吃不好吃 它是烟熏风味 它是真难吃 它好像是那种风干牛肉把它切成了片 然后当然很咸 好像加了很多酱油之类的东西 可以吧 怎么搞的 上来我们想结过朋友的 哪不会吧 全难吃啊 还是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让我试一下网易严选 冻干酥脆咖啡饼干 17块9毛钱 意识浓缩味的 这烤焦的好像很棒 还是说他们家就是走这个路线 是有难吃路线的 它是这种薄脆饼干 和图片差不多 这饼干也不怎么贵 你看它就比较良心一点 它是这种薄脆饼干 然后是这种薄薄一片的 这个还可以 我喜欢吃咖啡味的饼干 甜甜脆脆不甜 但也不至于到烘棒了 没有到那种惊喜到要推荐的感觉 早餐蘸蘸牛奶还可以 而且价格的话好像还行 希望有券 你有券吗 没有 给个黄吧 土耳其杏肉 19块钱 但是你看后面的生产地 安徽五虎 我发现现在有个很不好的风气 就是大家很喜欢 在上面灌一个扬名 什么土耳其杏肉 德式烤牛肉片 超市的普通的驴子 就是5块钱可以买小的 但是它还灌上什么 外国名字 价格涨五虎味 土耳其砂糖菊 但肉很大 这是我的手 好粗壮 很好吃了 现在吃不怎么甜的柿子饼 肉质很厚实 上面没有结那个 我很讨厌的糖菌 它就是杏子晒干的感觉 特别的有肉感 我即使冒着要发胖的风险 我也要吃它的感觉 没有嚼劲 这个好吃 前面开场两个是什么 下一个 鲜辣大虾 有肉你就来了是吧 19块钱 里面选用的是厄瓜都尔的进口白虾 厄瓜都尔不是一个天气吗 那是厄尔尼诺 123456 6打19块钱 它里面是这种虾肉 但你看起来又有点像魔芋双 是真虾吧 是真虾 感觉你在骂它 真虾 好吃吗 也蛮好吃的 真虾 感觉在骂人诶 吃起来没有那种压缩的感觉 你能吃到虾肉虾仁诶 是肉质鲜美Q弹的那种 虽然有点咸有点辣 但是我第一次在压缩包里面吃到这个口感 好吃的 它味儿没有那么重 它没有那个橡胶的味道 红吧 海苔加清脆 台式猪肉 16块钱 海苔都这么贵的 是啊 吃个零食是很贵的 它是两片海苔里面加猪肉 还有芝麻 还是挺脆的 也好吃的 哎呦 现在稳定输出哦 有一点咸 但是可以接受 肉好香 芝麻好香 海苔好脆 尝一下 真棒 你怕我吗 看这个海苔 一点都不油 而且它保持的好干爽好脆 焦焦的 好全红吧 下一个 日式卤汁扇贝 19块钱 我开始期待他们家的这种海鲜料理了 对对对 他们家海鲜还不错 一般零食品牌做海鲜都很难吃 你说谁 你在影射谁 看一下我们去年的视频 感觉非常的新鲜 啊好新 啊 就不应该独带它 啊 啊 好新 来来来 谁谁谁谁 我吃到了里面它的那个一摊烂鱼 它有点像 猫罐头吃过吗 我吃过 有点像 这个腥味要让猫爵子兴奋 但这个腥到人类无法接受 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不吃这么腥的东西 我是吃到里面的沙 太难吃了 可以吧 下一个 海杆油海鲜 爆脂海螺肉 23块钱 这里面是阿爸爸最爱的海螺 看起来还可以 放过我了 Let me go 没有刚刚的恶心 但是这个也是很新 它是红烧海螺肉 但是你吃的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版本 很新 那个腥味直接渗出来 我现在吃海螺刺身 然后这个是要加热吃的吗 怎么可能 这个素食的好不好 太带及时 啊 那我现在对这个刚刚的这个鲜辣大虾吃保留意见 我不确定它的贫困靠不靠谱 心不拉急的 鸡胸肉薯片 泰式柠檬味 79块钱 四代 这个据说这里面减值了80% 然后呢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30% 高蛋白的一个薯片 但是很贵哦 20块钱一袋 健康食品吗 能收割一个韭菜 你看看 515,000 叫滚 而且它更过分的是 它是每一份30克 它不是每100克 每100克它要乘以3 3的话就是1500 哪里是皮卡 你不要再欺负我们就不在减肥的人了好吗 只管它好不好吃 不管它减不减肥了 毕竟我是从明天才开始减肥 哦 它跟别的薯片不太一样 它感觉真的是肌肉压出来 有点像Tooters 那个三角形的 Doritos 不叫Tooters 它是个马桶 我以为 哇 可以拍电视广告了 它里面有柠檬香 好难吃啊 它像是一个泰式柠檬味的 过往雪饼上面没有雪 对 它是一种米饼的口感 有点韧 你知道吧 它们不好吃 可以把它卖这么贵 但是减脂餐本来就难吃啊 没有 减脂餐比它好吃很多 下一个 支持蛋糕 19块钱 咖啡味 这里面有 12345678 90 10 11个 里面应该还有吧 倒出来是我 没有 它不对称的耶 天呐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没有吧 没有啊 12345678 910 11个 我真的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可是你的饼干是对称放的耶 它为什么要对称放呢 我不管 这里面有40%的鲜鸡蛋 7%的进口芝士粉 还有5%的越南咖啡粉 也是通过一看就看出成分比较 当时看起来没详情了 它好软啊 好吃啊蛋糕 我觉得它们在做咖啡真的还可以 有点黏手 又会黏糊糊 但是它非常软 像是咖啡糖的口感 那这个蛋糕是可以满足大家吗 捏身影图吃的 我把它放到蛋糕里面 你们吃过这样的东西吗 把老蛋糕捏身影图 对 网红吃法 这样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收获到一个很韧的蛋糕 哦无聊啊 搓完之后可以搓成这样 刹大部告诉我 有多少个味是这么吃蛋糕的 但是这个搓完之后真的也好吃 微微甜的拿铁很好吃 红棒 不行 黄棒 它11个不能接受 雪茯蛋糕 里面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看起来像冰淇淋 北海道牛奶风味 哇 它上面有白巧克力的脆皮 很好看啊 这个 外面包裹的是一层巧克力 你可以把它掰开 里面是白色的蛋糕 颜值很高 我觉得没有咖啡的好吃 太甜了 看起来就很甜 它口感不是说难吃 但有点像我来吃道具的样子 它像是个蛋糕 外面包了个下饺 里面的蛋糕又不软 很干 不好吃 黑棒 下一个 黑芝麻条 这个很贵的 一个是山核桃味 一个是蜂蜜原味 41块9毛钱两盒 先来尝山核桃味 这个热量我都不敢看 2400天 还好 这个看起来好吃 它是这样子 小时候吃过那个叫米花糖什么的感觉 非常的原生带 它就是芝麻压的 好吃 因为我年纪大了 吃都懂这个东西 芝麻香里面 你扎上一点点山核桃的味道 整个就是一个大炒户 好香哦 没有什么甜味 我来尝一尝原味什么 好不好吃 这是蜂蜜味的 两个吃起来差不多 没什么这别 也有核桃啊 没有核桃味 因为芝麻香太抢劲了 你吃起来的基本都是芝麻的味道 好吃 可以给红吧 但我觉得你们这个芝麻还是别多吃 热量有点高 芝麻可以炸芝麻油的 你知道吧 好吃程度和热量是很正比 下一个来一个高贵的零食 28块钱两袋 黑松露薯片 我虽然知道黑松露和香菇是有点区别 但这一开袋就是香菇味薯片 重点是它是薯片上面有很多的菜叶 欧芹 芹菜粉 更过分的是我这个人还是会看成分表的 它里面呢 黑松露的风味粉占了0.7% 然后下面是香菇粉 我没闻错 它就是香菇 太咸了 好咸的香菇 炒鲜蔬的感觉 炎自蔬菜拼盘 是的 黑吧 鲜虾饼16块钱三盒 薄脆 薄的可丽饼是不是 或者是蛋筒皮 对 哇好吃 没味道的虾饼 不好吃 全是面粉味面糊糊 你们去吃菜市场 如果娘有做那种鲜虾饼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老板娘就是很不上路子 他上面介绍 拒结虾粉之用蒸虾肉 但是少啊 黑斑 黑吧 真的吃不出来虾味 我觉得你说淡淡的虾味已经是 加预劲了 我本人是不是很诚恳 你刚刚还想质疑我 我觉得你不够诚恳 他就是没有虾味 我真的没吃到 梅子味果冻 哦 这个颜值 好红我红啊 19块9 它该不会里面真的有一颗梅子吧 你没事吧 12345 10个 1块9 它里面真的有一个梅子 哦 这个好好吃好开胃啊 里面是鲜嫩的青梅 外面的果冻是青梅之作的果冻 一整个大开胃 一扫我几天没有吃饭的那种阴霾 啊 你什么时候几天没吃饭 你不是明天没吃饭吗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跳预约家了 哈哈哈 手磨豆干 12块钱 卤香味 哦 它是这种透豆干 菜市场卖的那种卤的大豆腐感 这个造型好像那个轻嘴哦 轻嘴烧 对对对 轻嘴是轻嘴 哈哈哈哈 我是对它俐称 应该轻逆称是烧 哈哈哈哈 好好吃 我太爱吃这种嫩嫩的豆干了 你们看一下它的侧面 最主要是它很用心哦 它豆干上面还放芝麻 然后你看它豆干多嫩多水啊 有点嫩豆腐的口感 现在可以放到螺丝粉里面 哈哈哈哈 好吃好吃 好吗 可以啊 我严选 你还是有一些可以吃的 下一个 我没吃过这个东西 麻辣牛肉啥芝麻 我没有长的童年 我也没有长的童年 22块钱 你们的童年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童年不应该都一样吗 应该是那种甜甜的莎芝麻 应该长这样 哎呦它好厚啊 感觉是拉的莎芝麻 哎 它有点像那个我的世界里面的方块 这你就不养气了 元宇宙里面也长这样 哈哈哈哈 哦好难吃 这是你的童点 它要吃它要吃 好难吃 这个真的不好吃 爸爸不是骗你 哈哈哈哈 还有一股 麻辣干底的味道 里面还有点花椒味 就你就放在沙芝麻上面 你吃怪 就好像你吃到那种 六十薯片奇怪味道的感觉 它这种甜和辣是完全不相容的 哦上面还有一股生姜味啊 是什么自然调味的东西 哦它回味上了还有一股 椒麻 它是四川颤的 是四川的宝贝 你们童年是这样吗 你们那真的什么都是辣的吗 沙芝麻也做辣的没必要 哎我想问你们豆浆是不是也是辣的 他们不可豆浆 他们每天早上树一口火锅水吃吧 哈哈哈哈 来老板拿一锅火锅水 鲁骨鸡爪 19块9毛钱 柠檬味 哦不是白色的 这个有点像卤香的 原汁看起来还可以 那个鸡爪为什么灭成这样子的 哈哈哈 一般好吃吧 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鸡爪的腥味在 包包 香辣味卤汁牛肉 32块8 哦 它是这种大块块 外面还有汤汁 对 汤汁冻成的筋冻 这个也不太咸 卤香挺好 肉汁很嫩 而且我喜欢吃外面那个冻冻 肉冻子 油油坦坦的 以前我们家会煮那个猪脚黄豆肉汤 然后把放冰箱里吃剩菜的肉冻 吃那个冻 那个冻太好吃了 嗯 我也很喜欢这个 这个过早饭吃就好棒 哈哈哈 下一个 来野生猫出来 生味鸭舌 这是魔术的初恋女友 29 你初恋才是个鸭子 那你说要跟鸭舌我 你还跟谁生我 猪舌头啊 哈哈哈 我告诉你一个那个小tip啊 猪叫转头 不叫舌头 它的本质上是舌啊 哈哈哈 你那个是一个它的学名 哈哈哈 不 它学名是舌 哈哈哈 你那是菜名 哈哈哈 你煮鸭舌 还可以啊 它虽然说是甜辣的 其实它是卤香 但是里面的油味有点重 会反上来那种冷油 可能是因为现在冬天吧 但我们房间里面不冷的 我现在应该是 十六七八度 我觉得可以几个广报 芒果干 十六块钱 还有哪家的芒果干 萌树没有吃过的 我好像说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很大一片 其实还好 哈哈哈 大家都这么大 芒果能有多大 还可以 啊啊啊啊 这个是我最太爱吃的芒果干 已经没有芒果干的纤维了 烘干成了那种糖块状 它就像打沉的肉泥在捏扁的一样 对很难吃 没有纤维的感觉 哦 对不对 一咬下去就是糖 而且上面有一层韵韵的 特别像是把蜂蜜 倒在上面干的一样 太难吃了千万别买 还不如我们自己家用的烘干机做 过两天我烘个芒果干出来 我们自己家烘得很好吃吗 不要跟他比 他比不上我 那是差远了 谁能比得上小厨神我呀 有网上卖吗 不卖 只能做给你吃homemade 哦我觉得是真的home不住 我home一次要home12个小时 那个电费也输不起 人家把比特币的矿机都没有这么费电 下一个 牛肉豆腐 6块钱 这长得跟肉夹模似的 它里面是豆干加牛肉 啊没味道的牛肉 调味很差 一股纱布的味道 只有小时候糖生肉的味道 哎呀没有糖生肉好 糖生肉还甜一点 我也不希望那么甜 不好吃 黑宝 下一个 牛百斤 25块钱 里面长这样 也是有惊动的 怎么样 太咸了 它像是一个酱菜 感觉可以拌饭吃 你们一般吃那种 青油火锅里面会捞渣嘛 它是没有捞掉那个渣 然后里面拌了一点牛半斤 好 今天的网易严选零食红黑宝 就是这样 总结下来 好吃的红帮 有不好吃的黑宝 是 还是有些红帮 黄宝黑宝比较多一点 主要是我比较严格 网易严选 但是萌书比严选中比严选 以后我叫严书 还有你如果想要看魔术 给你做其他的 严适红黑榜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 或是弹幕区给魔术留言哦 希望今天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爱你们也 不 那么就 稍网